台東的古俠區越來越蜜味 也不過一段在地的年輕人 因於古俠區來做幾個辦活動開店 辦公可以讓古俠區有新的活力 今天晚上的八點 南部開港在地越興 特別帶觀眾朋友來看這段年輕人 他們在電風的打拚 已經有七空年代 台東會場頭九月在那時 是台灣重要的會佈一三地 經濟活動這麼多 經濟跟民生社會這樣發展 中俠區只做一個三十幾個個年 小庫青年十年在地參加 雅建建古俠區為了車到達 有新的改變 我們就走到這個 當時還很黑的這裡面一看 然後台後一看就發現 以前日日時期的陰潮其實還在 政府在做預算整治的時候 前期做的那個調查的團隊 我們就一直特別跟他講說 你到時候整治工程 看能不能把他保留下來 在中火車站在一空一六年 鐵路國計劃後 升級做第三台車站 完美第一台火車站在一空一年八月 政設做副定說 發展在臺民體紀錄有新的發展 在地的文社團隊覺得這個空間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文化資產 那如果他能夠被保留下來 要做一定的公共開放的使用 他其實對於這個城市的一些歷史的價值 有很重要的意義 我們期待我們自己在 臺灣就城扮演的角色 其實是一個持續可以在這邊 然後觀察 然後生活邀請大家 同時做有趣的事情 然後那個事情同時 也可以去觸碰到某一些 就是社會價值 這隻總合佈的 這隻總合佈的 谢谢观看